再看这边神森森被大拳的高点好在后有人架枪志爱直接出枪 出枪完了以后志爱应该是换弹的这个间隙被明明抓到了一个探命点直接把神森森给扫掉了 但是这边由于志爱的架枪太关键了这一波微博也没办法顶到高点啊 过不来杰已经送到了信田看他的UZ能否顶住 明明这个位置要往下跳嘛跳下去了这样的高点就已经失去控制了呀 我跳了但没有完全跳 一颗雷炸倒了杰还有打的空间自然没有加强权再贴到了近点 哇正面野猫没有打过那这样的话测身的明明就非常的关键 和队友一起完成了一个二包一齐齐力士跟弹血 又是明明出枪再打一个但是神森森在后面S1OK喷了两个 这是什么位置啊 好在大拳在另外一个方向直接出枪拥有着绝世双突的他们 打这样的一个距离 这个时候在圈边只要收分的队伍广州TT他来了只来一个只来两个看看大拳能顶住吗 没顶住小帅放倒了大拳 剩余的微波的人血量并不足 都是一个倒地的状态只拉起了一个明明明明明这个时候还在打药 亮仔也来了野猫趴在了山洞的底下只能给队友加油助威了 那这一波如果说TT把明斯哥直接淘汰的话只能拿到两分的淘汰分 如果先不忍的话拿得更多一些 这么大胆吗而且已经倒了哦 连续的几盆全部喷空小帅一个残血被换掉了 还有一个四起小帅 这一波应该算得上是TT在最近一段时间最大最大的失误了 车安然无恙 相当于这一波他们是南边的最后一支队伍 是的来我们来看一下明皇在最后时刻应该是一打三的精彩操作 维克多换掉小帅的一个弹血并没有弹枪 换一把斯卡再踩高点传掉一个冷静回头 持续摆枪潇洒带走